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韓國你現在蠟燭兩頭燒 那如果說高雄的市政 沒有像現在大家認為的 你看像登革熱的問題 現在還持續在燒喔 只是討論的變少了 自然就像瑞德哥說的 一路其實從年初 我們就在關注 那只是說這幾天的漏夜的槍聲 讓居民感到惶恐 再來就是有關於 這個老師是不是也被查水表 是不是大港開唱 是不是明華雲 這藝文活動也被查水表 這些東西堆疊下來的是什麼 是一個民眾對於韓國瑜的觀感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最新蘋果的民調 蔡英文37.7 對上韓國瑜的27.5 彼此的差距是10個百分點 而且韓國瑜的表態支持度 是已經跌破三成了 如果我們用區域來交叉分析的話 會發現不論是北北基 陶竹苗 中張投 雲嘉南 甚至於你看林高平 被韓國瑜認為 是他最重要的拗陶組大本營 蔡英文都以41.4% 勝出韓國瑜的20% 現在韓國瑜唯一有領先的是哪裡 宜花東金嘛 所以我想問年晃的是 這些事情的堆疊 韓國瑜真的沒有感覺到說 這個壓力就來自於他自己本身嗎 的確 我講過 說最大的黑韓的人就是韓國瑜 因為他自己在黑自己 其實市政才是他的本 孫中痛是你行有餘利 要再去孫中痛 但是韓國瑜他本末導致 所以會導致他今天這種情況 蠟燭兩頭燒 我想我來告訴韓國瑜好了 他可能還不知道這件事 根據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地方的治安首長是誰 韓市長你知道嗎 你一定以為是高雄市警察局長 對不對 錯了 是市長 地方制度法寫得清清楚 地方的治安首長就叫做 那個縣長或是市長 所以高雄的治安市長 責無旁貸 我非常同意博文剛剛講的 態度很重要 每一個治安事件 它背後的發生的原因 不盡然相同 可是這種治安事件 就是在街頭公然鬥毆開槍 甚至掳人這種治安事件 對於一般的善良百姓來講 他的心理衝擊是最大的 因為大家會怕嘛 對 今天如果發生在你們家巷口 你覺得你陰暗回去 你覺得有辦法睡 你覺得你門上要加好幾道鎖 晚上也不敢出門嘛 真的搞不好防彈衣 還有安全帽要戴著一下 對啊 你會怕嘛 那市民怕的時候怎麼辦 首長 大家長要有態度 就算你講的態度 你只是一種宣誓 對市民來講都是一種安心 對不對 你應該直接講說 那誰去動手的 高雄市警察很清楚 辦案不用我教你嘛 你去他們場子去零檢一下 你覺得第二天他還敢這麼囂張嗎 這辦案不用我教 但是市長的態度很重要 我不曉得韓國瑜 對於警察的要求是什麼 一個好的首長 地方首長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還沒到辦公室喔 在家裡第一件事要看三份報告 什麼報告 前一天你所管理的這個城市 第一個 火災的死傷人數 交通事故的 第二個 交通事故的死傷人數 第三個 重大治安事件的統計 因為為什麼要看這三個報告 因為這三件事情跟每個人都有關 因為它會造成人民心理的恐慌 火災你會怕嘛 交通事故你也覺得說 萬一哪一天搞不好倒霉一點是我碰到 那治安事件一樣嘛 所以好的縣市首長一定會關心這三個數字 但我不曉得 我想韓國瑜大概沒時間看啦 因為這才是庶民政治學 對 這才是庶民最關心的啦 不是嘴巴說莫望天下苦人多 對 因為我們每天我們都是庶民嘛 我們每天就是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進出也沒有隨乎保護嘛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這一點 我覺得他今天的態度非常非常的失敗 你應該記者問的時候 你應該停下來 然後很嚴正的把你的想法說出來 而不是一路跑著讓記者追 我在猜啦 韓國瑜搞不好還不知道這件事啦 不知道怎麼回答 對 或是說他還搞不清楚 還沒聽完報告 對 所以也怕講出去又吐吹 對 他大概就還沒有搞 他現在有點投鼠忌氣你知道嗎 就是說這個有點父子其慮的感覺 講也不是 不講也不是 所以反映在他的民調是什麼 我記得在禮拜一郭台銘退選之前 我們同台曾經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當然羅委員例外啦 很多國民黨人講說 韓國瑜現在為什麼民調低 因為國民黨分裂嘛 現在國民黨沒分裂了喔 郭台銘都退選了喔 那為什麼韓國瑜還是輸 三份民調 蘋果 綠黨 美麗島 電子報 韓國瑜通通都輸 數字多少不一樣 但是大概都在 至少都10% 綠黨的大概18%左右 美麗島 電子報今天做 大概16%左右 蘋果這個還算是對韓國瑜最好的 差距最小的 才10%而已 那好 這個時間郭台銘已經退選了 那也許有人會覺得說 那因為退選這個效應 還沒有反映出來 下禮拜好 沒關係 我們可以等著看下禮拜 但是就長期的趨勢來看 因為蘋果它是每個禮拜做 所以你看它那個趨勢 其實非常的清楚 韓國瑜的民調一路是往下走 那很多幫韓國瑜辯護的 國民黨朋友會說 他去年選高雄市長一開始 在去年這個時候八九月 也沒有人認為韓國瑜會贏啊 對 有道理喔 但是除以你要看趨勢 去年的八九月韓國瑜是低 然後一路往上爬 爬到11月 現在的韓國瑜是高 一路往下掉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趨勢 所有懂民調的人都知道 這樣的民調趨勢 因為當你往下走的時候 你要把它停下來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而且即使郭台銘退選 我覺得有一部分 當然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會回來支持國民黨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非國民黨不投這一類的選民 但是還有很大一部分是 他根本不會去支持韓國瑜 那郭台銘不選 他的選擇是什麼 大概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就是明年111去郊遊去出國 第二個就是我去投蔡英文 大概就這兩種選擇 所以韓國瑜如果你或你身邊的幫你助選的幕僚團隊 還在指望著說因為郭台銘的退選 那這些人呢 我就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這個選票撿回來了 那我鄭重地告訴韓國瑜市長 你是在做白日夢 好 對於韓國瑜來說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不只是我們看到的蘋果民調 今天呢 還有就是美麗島電子報2020大選的民調 好 我們也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份民調當中 當然蔡英文的支持度 跟韓國瑜之間的支持度 來 蔡英文47.7 韓國瑜31.6 有守住三層 但是從這個趨勢 就像這個年晃說的一路往下 而反而蔡英文往上 如果我們細分來看蘋果的部分 剛剛我們講的是地區 我們來看年紀的部分 以前我們都會講說 年輕人喜歡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操作這個所謂芒果乾 或者是說她在網路上面 獲得了民眾的支持 但是中高年紀者 好像比較挺韓國瑜 但真是如此嗎 你來看 40到49蔡英文贏 50到59蔡英文也略勝 60到69也是蔡英文勝出 70歲以上也是蔡英文勝出 所以韓國瑜是不是因為真的本身 自己在高雄的執政揮修組呢 羅偉言是最早最早就一直不斷 每次在我的節目當中就提醒韓國瑜了 所以你怎麼來看 我們總不能說蘋果的民調 像因為昨天綠黨 有人就講說綠黨看看就好 機構效益 機構效益 那蘋果怎麼辦呢 而且是你看全面在年紀的這邊 我不想看年輕人了啦 我覺得中高的這個經濟選民可能就在這裡 你覺得他反映了什麼樣的事情 還是老話啦 就剛剛褚英講的啦 市政才是韓國瑜的老本 你只要把市政做好的話 那讓高雄市民感受到說 我們有個很好的市長 那把這樣的一個思維擴散到全國的話 那韓國瑜他的民調當然會高嘛 比如說韓國瑜坦白講 他也很努力的在高雄那個市政 比如說他那個城擠留下來 那五千多個空洞 那個坑坑洞洞洞洞 他把它補平了 還有高雄前陣子淹大水 可是水也退得很快 因為他把他那些什麼寒管啊 還有他那些下水道都清了嘛 所以其實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老百姓看了就所謂的結果論嘛 你現在看到了說什麼高雄的治安的問題 還有高雄邓格勒的問題 那假如這樣的一個對於韓國瑜好的東西 不沾揚出來把韓國瑜不好的東西 一直一直的那個從透過媒體 透過各種那個社群的一個一個網站 這樣散布下去的話 其實對韓國瑜很不利了 那民調本來就是一個警訊 雖然大家講說民調是做參考 可是也是個警訊 為什麼會繼續一直往下掉 那當然很多事情的結果 然後什麼國民黨分裂 那你會不會覺得是郭台銘的支持者還沒回來 我從來都不認為說國民黨的分裂 會影響到韓國瑜 韓國瑜的什麼的險險或是他的民調嘛 因為只要候選人夠強 根本不在乎什麼分裂 根本不在乎多少人出來選嘛 因為以前國民黨也分裂過啊 可是還是還是選招選 以前藍營分裂過啊 宋淑儀也出來要分馬英九的票 可是那時候馬英九夠強嘛 所以馬英九還是當選嘛 所以還是要負責人本身嘛 那你當然現在郭台銘剛退選嘛 那大家期望說 到底這些郭粉會不會轉向來支持韓國瑜嘛 那就要看嘛 因為郭粉來講 郭粉的成員一定是討厭蔡英文 跟討厭韓國瑜的這兩組人馬 集合在一起嘛 因為你會討厭蔡英文 你會討厭韓國瑜嘛 那這一群人裡面你要看嘛 是討厭蔡英文比較多 還是討厭韓國瑜比較多嘛 而且討厭的那個深度嘛 假如說你這一群人裡面 怨恨的程度怨念有多深 假如你是怨恨那個蔡英文比較深 那當然你就會回過頭來 那當然也這一群裡面也有一群 也有一些包括國民黨的嘛 那包括國民黨的一些黨員啊 反正到最後還是要去投國民黨嘛 那這一群因為還沒有回省嘛 因為才那個郭台銘才宣布 17號到今天才兩天 才兩天嘛 所以大家還是有一股 也有一股那個捨不捨 還有一股怨氣嘛 好像喔 郭台銘是被國民黨一些人把他逼退啊 或是好像國民黨那個對不起那個郭台銘 郭台銘在國民黨裡面 所以他們也在看說 國民黨怎麼樣去對郭台銘 對 所以他們現在 如果他們覺得舒服了 郭台銘也舒服了 就回心轉意 也在觀望當中嘛 因為你才兩天而已嘛 你能夠期待說 人的心要變 不會變那麼快啦 你說我今天我支持郭台銘 喔 因為郭台銘不行 兩天以後 我馬上又回去支持韓國瑜 那不可能的嘛 那大家要去思考 這樣的感情也不是太假了 對啦 這樣也太那個 而且郭粉有些還是滿鐵的啦 你說韓文很鐵 郭粉也有 那郭粉也有些是鋼喔 也不見是鐵 他們也是很強的 那你怎麼樣來讓這一群 所謂的郭粉 讓他感動嘛 那就是你韓國瑜要提出你最大的誠意 包括國民黨 怎麼樣來處理這些善後嘛 人家說齁 那個災後重建 的工作其實是 災後重建 也蠻更困難 更巨大 對 也蠻困難的嘛 那我以為你覺得災後重建 到底怎麼樣做 可以讓郭董或是郭粉 覺得說心裡有被安撫到 有訴訊 所以我就說誠意最重要嘛 人嘛 見面三分情嘛 你說誠意 誠意還是誠意嘛 你今天 比如說以前 罵郭台銘的那些人 那些我講 我當時他們在罵郭台銘的時候 我就一直一直在呼籲 我想在節目裡面我會有很多 我說人家大人在處理 你這些小輩 比較閉嘴 你要講那些什麼 五四三公一堆 你會惹粉 惹惹的這些郭粉嘛 那你現在就說要盡最大的誠意嘛 你說韓國瑜 你說好 你照講是第一時間啦 第一時間你初選完了 你就應該到郭董那邊去請義嘛 趕快奔到郭董家 我們記者都知道郭董家樓下在哪裡 韓國瑜不知道嗎 我沒講過 我也講過說 你到他家門口去等嘛 對 這會讓他感動嘛 你現在也是趕快展現最大的誠意嘛 因為郭董 郭董他是熱愛國民黨的 他是熱愛中華民國的嘛 可是他的退黨聲明 現在沒有講國民黨囉 只講中華民國需要我 我就在喔 對 中華民國 誰比較容易保護中華民國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郭董他在那個本質上 他的內心深處裡面 還是比較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嘛 那當然他這一次受到這樣的一個打擊 雖然一時之間會心灰意能 可是時間過了 你要說時間是最好的治療的藥嘛 那你時間過了以後 他慢慢慢慢慢慢會去想 到底韓國瑜跟那個蔡英文 哪一個人是對在 在那個郭董內心深處裡面 他比較比較挺身 呢 好 好